- 各位好,今天是7月8号,礼拜四了,好久不见了,在上一周的这个长周末,我们带孩子和家人去到了Lake Isabella,在这个加州,南加州北边一些,在Bakersfield东边一些的一个湖,然后我们拖了一个房车出去度假, 然后晒得要死,所以呢,好像整个皮肤又晒黑了很多,而且回来之后,礼拜二就开始有发烧,头痛,然后流鼻涕,然后呢,马上就去做了这个测试,在CVS,然后呢,我今天应该明天可以拿到结果,因为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症状就很像这个新的这个Delta,这个病毒的这个变种,就是有流鼻涕啊,也不是咳嗽很多,有发烧,有头痛的感觉, 所以呢,这次感觉这个发烧和头痛还挺难受的,那总体原因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太干燥太热了,然后我们这个两家人拖了这个房车在那儿,然后外面太热,里面的房车又一直是那种最大的风在吹着冷气,而且那种房车的这个冷气,空调机就直上直下,它在对着这个正中间,在对着这个空间在吹,所以呢,我也在这个空间下,可能感觉到很不适应, 我孩子也有这样的症状,然后我的朋友一家人也有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希望只是一个简单的感冒,但是还是要特别小心,所以这两天一直要么是在躺在家里面休息,今天才感觉好一些,而且在等待结果,希望只是一个正常的感冒,没有是任何的这个病毒。 好了,接下来呢,让大家看看今天礼拜四的一些的更新的一些新闻啊,首先在7月15号的时候,有孩子的家庭就要陆续开始收到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退税啊,那当然在IRS国税局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更改,包括你可以选择, 不要这个每个月的去收到这样的钱,可以去选择这个支付是到明年的时候,报税以后进行一次性的支付,那这个当然也有这样的好处,因为有可能你今天,今年2021年,你挣的很多的钱,那你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各种各样的报税,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会愿意去选择,不要去每个月领这样的一个钱啊, 那之后呢,国税局在之后的一些这个更新当中,也可以让你如果是单亲,比如说是你一个人还要支付你的孩子的抚养权啊,各种各样,你可以进行上面的一个更新,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领到这一部分这个IRS还有美国政府,带来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那对于这个最近的这个工作机会和就业市场啊,礼拜六也,上礼拜五也出了这个就业的这个信息啊,那根据这个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tatistic,话都讲不清楚了,有三百六十万的这个美国人啊,在五月份的时候就辞去了他们的工作,那这相对于四月份的四百万人辞去了他们的工作,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而且这已经来到了二十年内的最高的一个高峰,也就是说非常多的人选择去辞去他们的这个工作,那经济学家呢,就认为现在这个,这个这样的情况叫做grade, the grade, resignation,也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辞退的一个风波啊,或者是一个辞职的一个风波啊,非常多的baby boomer,他们这个时候选择他们的年龄已经可能接近退休,但是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么就提早退休算了,反正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啊,所以呢就退休算了, 然后呢,最近啊,the monster是一个专门的招工的一个网站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95%的他们的受访者就认为现在,他们对于现在,他们现在的工作非常是压力非常大,很难受,很憋屈,然后呢,他们就考虑,在在考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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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辞去他们的工作啊, 那当然呢,在这样一个就业的市场和现在这个劳工的市场的这个情况下,他们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自由度,因为他们不像以前,还被限制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自己的不确定性,现在反而工作机会一大堆,所以呢,他可能会要选择跳出来选择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工作机会啊, 那我们也知道接下来,在现在已经有26个美国的州已经确定,已经取消了这个联邦来的每州的三个月,三百块的这个联邦的失业救济金,那马里兰州和印第安娜这两个州的这个两个法官,那就判决这两个州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是违法的,所以呢,必须要这个,这两个州继续要支付联邦的这个失业救济啊,那接下来这个德州的这个, 法官还有德州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民众或者群体也会要上诉,希望德州的这个法官也能判处这样的一个,一个判决,然后能让德州继续发这个联邦的这个,呃,失业救济,那当然了,从这个各个州的这个州长,根据白宫,根据拜登总统他们的这个,说辞已经表明了,州长是完全有权利在这个部分选择,不要去接受这个联邦的这个失业救济的,所以这个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每个州有各个州的看法,那所以,但是每个州也有很多的民众,希望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失业救济啊,那在这个政治上呢,非常激进的这个民主党人呢,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Bill里面,就是第二个部分的,人文和社会这个部分的,这个当中要加重关于这个要去对抗这个全球变暖,或者是这种要来治理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啊,那但是共和党人当然是对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歧义,特别这个当中,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Ron Johnson,他就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他就说了这个,气候变化是一直都,都在变化的,今年变化,明年变化,它都在变化,有变化好,有变化坏,那他就讲了,The climate change is BS, 然后呢,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他认为,很多时候当这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当这个季节,还有这个气候变暖的时候,人类会有个大发展,反而不是说是越变暖,人类不会发展,所以呢,他希望这个民主党,他也认为民主党是在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个威胁论和阴谋论,来吓唬群众啊,那不知道你对这样的事情有怎么看,那我们最深的这个体会,也就是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到了Lake Isabel, 这个湖在之前我们听朋友介绍,是非常不错的,去到那也觉得非常好,然后好多人在那开着房车,在那露营的,但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湖的湖水已经是明显的,已经不是在它原有的水位上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它旁边的一些山啊,一些山丘上的那个水际的那个线,而且我们甚至把我们的车都开到原来的这个湖的中间,但现在已经变成一片干凸,还有一片 绿草的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个GPS地图上显示我们的车已经开到这个湖边,湖里面去了,所以呢,如果下一年,或者甚至两年后,我们再要去这个湖,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湖的水位会变成怎么样, 因为加州还有整个西海岸都呈现这样子,非常干涸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湖,当地政府也在现在修建一个水坝,想要把可能还能存起来的水,先把它存起来,不要一直流往下游啊,所以呢,全球变暖引起的这种各种的干旱火灾药,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极端的天气,这是非常明显的,不知道你有什么观点啊,那拜登总统一直想要提出的,对于这个个人, 还有公司,还有这个对于股票投资这个方面的这个增税这个项目,其实现在在国会当中,已经失去了非常多的这种叫做动力吧,momentum,就在这个当中,很多的甚至民主党的议员,还有参议员,他们对Joe Biden总统这样的一个提议,都觉得不是挺那么合适的一件事情,特别像比较中间派的Joe Manchin,他就认为了,如果要把公司税从21%提到28%,的确是非常高了,他可能认为,一个中间, 一个中间的一个数字,可能在25%,那非常多的这个民主党人,也有一些是同意这样的方法,因为大家都认为,如果一旦去加富人的税,比如说要加年收入超过40万人的那些税,特别还要加这个公司的税,还要加这个很多人在股票投资收益上的税,那自然会引起连锁的反应,股票投资的人,因此股票的市场可能会进行一个大抛售,经济又会呈现一种衰退, 的状态,公司的税增长,自然又有非常多公司想要逃亡,想要到国外去,所以呢,对于现在美国这种疫情,还有经济恢复,自然是不是很好的一种方法,所以呢,Joe Biden总统在这个部分, 他还是希望能够力推这个部分,但是可能在国会当中,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反对的声音了,那这个就会牵连到下一个部分,这个经济建设,这个infrastructure bill,这个人文的方面,怎么来赔付,你不加税,怎么来赔付那么大的一个, 一个这种计划啊,那前总统Donald Trump,他最近在开始要去,要去这个sue,也就是要去起诉Twitter,Facebook,Google,单独的他要起诉这些这几个公司的这个CEO,也就是说,他们在禁止Donald Trump在这个上面这些平台发声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侵犯了他的first amendment,第一个第一宪法休战案,也就是他这个自由言论啊,自由发表他的意见,各个方面,而且他说了他不会接受任何的这种变化,或者alternation,就是说他一定要让这些公司重新让他恢复在这个平台上的发言权,自然他现在肯定也可以体会到,没有办法在Twitter上发言,没有办法在Facebook上发东西,其实对他来说影响也非常非常大, 那最近有一个Gallup poll,最近就问了,美国人到底你对于生活,对于这个人生的这个,这个叫做满意度是怎么样,在这个pandemic之前啊,就也在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有46%的美国人是认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这个积极,非常的好的,那到了现在,已经今年的6月份,已经呈现一个非常非常历史的高记录,有59%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有3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中等,然后他们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种问题,那3%的人就认为他们是在严重的这个,这种不稳定,还有这个suffering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那当然了,还有就是每一日,每一天的,就是美国人的自己的这种,叫做这种紧张,和压力度啊,也降到了历史性的这个新低, 到了38%的这个美国人是认为他们现在还有每一天的这种,这种叫做stressfulness,这种压力啊,那在接下来这个东京奥运会马上就要举行了,那在最近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 圣火的这个传递当中啊,一个日本的这个女性啊,她是非常的抵制,现在这个情况下开奥运会,那她认为开奥运会会不会会带来非常多的病毒,让这个病毒蔓延,所以呢,她就尝试用当这个圣火靠近,跑到她这个附近的时候,她尝试拿一把水枪啊,很小一把水枪,然后想用水枪把这个圣火浇灭啊, 那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圣火是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被一把小水枪就浇灭了,那东京奥运会也应该会在这样的这个紧张的状态下而开幕,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新闻,好了,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新闻,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